YO 好 你們看標題應該就知道了 紐西蘭封城 然後今天是2020年3月26號 是紐西蘭全國封城的第一天 那昨天3月25號的凌晨的時候 紐西蘭政府發布的就是 現在是疫情警報的第四集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要封城就是一個月 一個月都要待在家裡面不能出門 然後我還簡單的更新一下 我們現在紐西蘭的一個情況 好 給你們知道 好 我看一下小超好不好 在3月19號的時候發布了三集警報 然後這個警報有分成一集二集三集四集 然後他發布一集跟二集的時候 我其實根本就沒什麼影響 因為可能大家都不太care就是一集跟二集 那我簡單講一下一集 一集就是說這個武漢肺炎的風險增加了 然後有一些零星的個案 所以他就會要大家就是如果生病的話 就待在家裡啊 然後有流感的症狀就是要報告啊 然後叫你要洗手啊 就是一些簡單的一些措施跟呼籲 就是大家這樣子 假如說發布二集警報的話 他就會建議一些就是可能在七十歲 以上的一些老年人啊 或是你有一些疾病的 建議待在家裡面 他會對群眾的聚會有一些限制 會提高一些就是入境的一些防範措施 這是第二集 我等一下會把這些幾集的什麼一些情報放在這邊或這邊 然後三集 三集警報是在3月19號的時候發布的 好那三集警報是 他評估的風險就是說 有社區傳染的可能 然後或是群聚的一些 比較多的一些案例 然後這時候呢 學校就會關閉了 然後跟就是取消一些人數比較多一點的一些聚會 就是會取消 然後跟圖書館啊 博物館 電影院 跟健身房用詞都會關閉 然後就在昨天3月25號的時候 很快喔 19號到25號 25號就發布了就是 第四警警報 然後四集的話就是 最高級的一個警戒 那就是 他有一些比較密集的一些感染跟傳播 然後跟一些爆發 然後這時候他會叫 我們啊 就是大家都待在家裡面 盡量不要出門 然後除了就是 超市 然後藥房 診所跟一些生命 公共事業之外呢 全部的其他工作跟業務 全部都會關門 就是沒辦法營業 旅行也會受到嚴重的限制 就是可能說你來紐西蘭之後呢 就是可能要隔離14天 或是說你有生病的話 就要隔離什麼什麼 有了沒了 好這是第四集 好然後我講一下就是 紐西蘭第一個確診案例 是在2月18號的時候 第一期 然後到3月4號喔 才有第二例 就是確診案例 然後一直到就是 最近嘛 就是3月20號的時候 就增加11例 3月23號增加36例 3月24號的時候增加40例 然後到 昨天 昨天是3月25號 增加了50例 然後 今天3月26號增加了78例 所以總共呢 到現在 紐西蘭境內是 確診案例是 262例 然後我在我住的奧克蘭這邊 有45例 所以就是數量 我等一下放那個線性圖 在這邊給大家看 就是他線性圖的那種 增長趨勢 有跟義大利那種就是那種 線性增加方式已經蠻像 就蠻高 所以 我覺得這邊紐西蘭政府做得蠻好 就是他在 可能快要爆發之前 就趕快就是警戒 就是 lock down 把大家都關在家裡面 然後就阻止這個疫情擴散 之類的 然後就全紐西蘭就是被lock down 就是大家都不能出門工作 除非你是在一些特定的營業機關上 你才能去上班 然後火車跟公車還是有開的 那就是可能你搭乘的時候 如果你有被問到 就是可能會有站務的人問你說 你要去哪裡 你可能要出示相關證件的時候 你是可能從事特定行業的人 你才能搭火車或公車 然後可能都要戴口罩 然後離人跟人可能都要兩公尺之類的 像我的部分就是 我現在就是不用去工作 從今天開始就可以不用去上班了 那因為就是這個是政府規定說 我們要就是全部的就是一些行業都要關門 然後像我是做咖啡廳的嘛 所以我們老闆就是也說就是我們要關門 那在關門這個部分的期間 我們是不是就沒收入了 好所以 紐西蘭政府就有提供了一個 好如果你是雇主的話 然後你有資格獲得就是這個 武漢肺炎的一個補助 好那補助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你的老闆有幫你申請成功的話呢 每一週工作20個小時的part time 你可以拿到350塊每一週紐幣喔 好像我每一週都有工作20個小時以上的話呢 就是我可以拿到585塊又80C 但是呢這個不是有薪價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放喔 就是有些他可能是大公司 大公司他沒辦法申請這種補助 因為他這種補助可能是補給一些像是 中小型企業或自己開店的一些老闆 他們可能付不起就是 封城的時候的一些薪資 所以政府有補助這些中小企業 那像大公司我是聽說就是 他們是申請不到這些補助 所以大家有可能就被放無薪假好不好 我覺得我自己算是蠻幸運的 我們老闆應該是有幫我申請到好不好 如果等那個錢下來 我再跟你們分享 因為我的簽證是到6月中就到期了 我就已經有買好要回去的機票 6月回去的機票 然後跟一些簡單的一些規劃 可是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就完全打亂我的計畫 像牛線航空 我訂的是紐航嘛 的支飛 然後他在4月到6月這期間的所有 台北到奧克蘭 奧克蘭到台北的飛機全部都取消 然後他也大幅的縮減很多 就是國際航班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訂了機票 然後我想說要不要先取消 然後我訂華航的或什麼之類 但是因為他們客服完全被灌爆了 然後他們也沒辦法應付那種大量的訊息 所以要機票取消的方法跟什麼什麼 他完全都沒辦法就是處理 然後我前陣子就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好險昨天就是 由現在移民局發布了一個 就算一個公告 不管你是學生簽啊 然後打工度假簽 工作簽 然後跟一些臨時簽證 只要你是這些簽證 在4月1號到7月底到齊的人 他會自動幫你延續到9月底 相關的一些資訊 他會在4月初的時候 會把這些email寄給這些人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現在呢就是好好就是在這邊 就是好好封城 待在家一個月好不好 然後前一陣子就是也是超市 什麼大家都去搶物資啊 什麼有的沒的 搞到現在就是大家人心惶惶好不好 因為這武漢肺炎 好所以我就會記錄一下 我在這封城的一個月的時候 都在家裡幹些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我應該也做不了什麼事情啊 就剪剪影片好不好 然後跟拍拍影片啊 然後把一些之前還沒剪的影片 都把它剪一剪 然後可以用這個一個月的時間 可以好好的好不好 休息一下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我也不知道現在是該笑還該哭 因為我覺得 待在家一個月真的也是挺無聊的 就是你每天都在家 剛開始一個第一個禮拜 你一定會覺得很爽 因為每天在家不用做什麼事情 然後看看劇啊追追劇啊 然後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再加你又有錢給你 所以就簡單的更新一下 現在的一個狀態好不好 阿嬤不用擔心好不好 我都有東西可以吃 東西都買得到 然後現在我如果買東西的話 我也不會去超市 我們房東呢有準備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用網路上訂 然後訂完他會直接送到家裡面來 所以不用擔心我會去人多的地方好不好 阿嬤不要擔心 我也餓不死 好然後這一個月呢 我就會拍一下我的封城日記 那因為每天事情可能做的都差不多 然後也沒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有一些緊急的消息呢 我就會一天就把它拍出來 然後就分享 放在網路上給你們知道 那如果沒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的話 我就可能一個禮拜把它拍成一集 然後分享一下 我在紐西蘭人封城的一個日記 對 我覺得這種狀況很特殊啊 就是不是你每一個打工度假的人 都會遇到這種封城的狀態好不好 一個月都待在家裡面 然後也不准出門 政府也規定一些 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想說 藉這個機會 然後記錄一下好不好 希望這個武漢肺炎的疫情呢 就可以趕快過去 然後大家都可以回復就是 原本的生活 正常的生活好不好 然後也希望不要再有人 就是因為這個武漢肺炎的關係呢 而受苦啊 或是 就是生病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希望身邊的親朋好友好不好 都很健健康康 萬事如意 好 然後記得出門的時候好不好 記得戴個口罩好不好 保護他人跟保護自己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然後 手呢 不要跟我去公共區那邊亂摸 東摸西摸 摸來摸去 然後又不洗手 你有沒有聽過 病從口入 就是你一不洗手就會吃到那個病毒好不好 就是病毒就是這樣來的 好 反正就這樣了 希望大家就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好不好 好 就到這邊了 那我想到什麼屁話的話 再跟你們分享 就這樣 掰掰 好 我是Ryan Chen 掰掰